各位又是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Howard Chen 周三在美丽的矽谷7月3号 因为庆祝明天美国国庆 今天7月3号交易半天 果然市场送给美国国庆一个生的礼物 虽然只有半天交易 DAO跟NASDAO都是这个国家的交易的历史糕点 可喜可贺开香槟要来庆祝 但是主播我今天要谈的就是 虽然是DAO是历史的糕点 为什么这项新屋或房地产的销售 却是从数据当中 过去是三年来在第一季第二季销售最低呢 不仅是从CNBC的Report公告的消息 或者纽约地区Real Estate的销售额来看 过去是第一季第二季都是过去三年销售最低的一段时间 所以虽然利息低虽然DAO是高点 但是房地产却是三年来销售的最低点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主播的观察有三点工作 你的参考 第一点 对了 就业数据 就业数据 所以这一个礼拜公告 上个月却是只有制造新就业的人数10万人左右 持续的在五月份原本是17万人只有7万人 所以可以看得到新的就业的数据如果不好 当然工作并不稳定 所以买屋的人就持续的下滑 这也make sense 第二个原因 那就是前景并不明朗 因为从房屋的销售来看 从CNBC的报道 可能未来九个月到十二个月 美国整个房地产的市场或者经济 有可能进入resection 所以这也不是汉人听闻 因为已经铺垫了三年 所以持续的卖的不好 也可能经济进入衰退 第三个原因 当然美国的整体的就业数据以外 美国的整个前景的不明朗 制造业也持续下滑 PMI指数 龙孤指数 持续的接近龙孤线以下 也可以明了 美国的制造业也是在衰退当中 持续的都在在的证明 虽然倒是历史的高点 虽然利息非常的低 但是买房屋的人 却是越来越下滑 所以愿意上帝持续的能够祝福这个国家的经济 因为智慧人的话语 以上帝为神的那个国家有福气 上帝视他们为产业 那国的使民跟人民也是有福气的 这个国家200多年前以基督立国 所以既然在基督立国 愿意上帝就赐福这个国家 赐福这个国家的子民 赐福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哈尔倩 陈少豪周三7月3号 在美丽的矽谷新屋的前面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